大家好,我是小杨 这是刚从超市买回来的一颗大白菜 平时我们买的白菜都是直接炒着吃 或者是炖着吃 家人都已经吃腻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白菜不一样的新吃法 像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做上一些 配粥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把白菜的根部给它切掉 然后把白菜一片一片的分开 然后我们再把每一片叶子上面都撒上一些食用盐 用手涂抹均匀 选大白菜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叶子大一点的 像这种根茎比较短一点的 这样的白菜比较好吃 一定要每一片上面都涂抹上食用盐 涂抹均匀 像这样全部涂抹好之后盖上盖子 放在一边腌制上一个小时 腌制的时间我们来切一点大蒜 把大蒜切成末 切好之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上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剁成姜末 切好之后收在一边备用 下面我们再准备上一些青红椒 像这样斜刀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之后收入盘中 再准备上一个苹果 去掉外皮 去掉外皮 在对半切开 把里面的果盒去掉 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伤到手 去掉之后再像这样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收入碗中备用 现在来看一下 白菜已经杀出了好多的水分 而且白菜也非常的软 不容易遮断 这个时候我们把里面的水分挤干 然后把白菜放进微水中 一片一片的清洗一下 用温水清洗 存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清洗好之后挤干水分 直接放在菜板上 像这样撕成潮条状 尽量撕的小一些 这样更方便入味 而且使用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全部撕好之后 收在大碗里面 先是把苹果放进来 这样做出来的白菜更加的脆爽 接着再依次把所有的配料 全部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我们开始调味 往里面加入两勺辣椒酱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放一勺鸡精 一勺食用盐 再来点五香粉 加入三勺米醋 如果不喜欢太酸的朋友 可以少放一些 然后戴上手套 抓拌上一分钟 这样可以更快的入味 抓拌好之后 盖上一层保鲜膜 腌制上一个晚上 就可以开吃了 大家最好在一个星期之内吃完 吃起来特别的开胃下饭 配粥配馒头都非常的不错 吃起来非常的香 做好之后放入冰箱里面冷藏保存 随吃随取 非常的方便 比买来的榨菜都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在家尝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帮忙转发关注评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